正道 靠做圣灵的帮助 我们继续来分享 来学习主耶稣的讲道局 若今天没有这个疫情的管制力 今天我们应该是 今年最后一次的圣餐典礼 我们大家都会坐在会堂里面 来默想耶稣 纪念耶稣的死 纪念耶稣的救赎 我们都会在圣餐里 记得耶稣流血牺牲救赎我们 我们常常都会记念耶稣流血牺牲救赎我们 那在思想耶稣的时候 总是被主的爱感动 被主的牺牲流血 而深深的感动 这时候我们爱主耶稣都来不及 那个心都感觉到要更加的爱主 但是主耶稣却说 你们想要杀我 今天我们大家一同来警醒 大家一同来反省的题目是 耶稣说 你们想要杀我 原来原本的题目 传道的题目是 要杀耶稣 这个题目 是的 要杀耶稣 但是有人认为这题目太可怕了 太血腥了 太暴力 所以传道就换成了 耶稣说 你们想要杀我 这句话是主耶稣亲口讲的 耶稣自己亲口讲的一句话 耶稣说 你们想要杀我 要杀耶稣这个题目 有些人感觉到很血腥很暴力 但是那些真正杀害耶稣的 那不是更加可怕 更加暴力吗 谁要杀耶稣 谁那么大胆要杀耶稣 他们为什么要杀耶稣 杀耶稣是魔鬼做的事 杀耶稣是魔鬼的心意 魔鬼的意思 所以圣经说 当犹大要出卖耶稣的时候 这时候 撒旦就进入了他的心 这时候 犹大的心已经变成了撒旦的心了 因为杀耶稣 就是撒旦的心 撒旦的意思 当我们也有想要杀耶稣的时候 那你的心已经变成是魔鬼的心了 杀耶稣是魔鬼最高兴最欢喜的事情 所以启示录 有一件启示我们 当神的仆人被杀的时候 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那些属世界属魔鬼的人 他们是多么的高兴 启示录还说他们不只是高兴 这不就是魔鬼最高兴的事情吗 所以杀耶稣第一是魔鬼做的事 第二杀耶稣是魔鬼最高兴的事 现在我们从圣经上来看 要杀耶稣 主耶稣说 你们想要杀我 在同一章里面 同一章的圣经里面 突然间出现了三次说 要杀耶稣 这是很少有的事情 在同一章里面出现三次 我们看耶稣福音书的第七章 第一节 耶稣福音书七章一节 这里说 耶稣在加利利游行 不应在犹太游行 因为犹太人想要杀祂 这是第一次记录 再看第二次 第十九节 摩西奇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 为什么想要杀我 主耶稣第二次说 要杀耶稣 第三次 二十五节 耶稣入杀人中 有的说 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 第三次记录 他们想要杀耶稣 那么除了三次说要杀耶稣 也记录了三次要抓拿耶稣 同样在这一章里面 三十节 他们就想要抓拿耶稣 这是第一次 再看三十二节 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 这样议论纷纷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 就打发猜疑 去抓拿耶稣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 四十四节 其中有人要抓拿他 一共三次说要杀耶稣 三次说要抓耶稣 要杀耶稣 我们总是认为是主耶稣 要定时自驾的那段时间 最后的那段时间 他们才要做的事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 要杀耶稣 从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 一开始宣布尼撒亚要来临 就要杀他了 请大家注意 不是在耶稣 侍奉到最后要兵死自驾的时候 才要杀他 是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就要杀他了 这么早就要杀耶稣了 到底谁要杀耶稣呀 是主耶稣 自己家乡的人要杀他 家乡的人为什么要杀耶稣 那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呢 刚刚开始而已 我们看路加福音书第四章 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路加福音书四章十六到二十二 这里十六节说耶稣来到打撒勒 就是祂长大的地方 那就到他平常的规矩敬会堂起来要念圣经 那么就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主耶稣 那这里说主耶稣就打开来找到一座圣经这样说 十八节就宣告弥赛亚的来临 弥赛亚的降临 那前十八节 这里就是主耶稣在宣告弥赛亚来临 正式的来临 已经来临了 那当耶稣宣布了弥赛亚来临过后 那些听的人 那些贵重的反应是如何呢 二十节 于是把书简捡起来 交还给执事 就坐下来 那会堂的人 大家都定睛看他 一直在看耶稣 他们吓到了 这个圣经章节是在指预言尼赛亚来临 为什么主耶稣这样宣布 什么时候尼赛亚来临 为什么我们不知道 没有感觉 为什么这个牧将的儿子在宣布弥赛亚来临 所以大家不懂得怎么办 就只有看着他 一直看着他 二十一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 今天这个圣经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已经宣布了 已经来到了 二十二节 众人都称赞他 并吸取主耶稣口中所处的恩缘 感谢主他们接受 他们赞美 他们吸取主所处的恩缘 然后又说 这个不是牧将的儿子吗 这里刚刚说他们在吸取耶稣的恩缘 刚刚不久一 再过二十五节的时候 就恨耶稣 就讨厌耶稣了 甚至要杀耶稣了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 刚刚吸取耶稣所说出的恩缘 尼赛亚来临 那个重点就来了 忽然间 为什么恨耶稣 恨到要把耶稣杀掉 为什么 来 看耶稣讲什么 请读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请读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 为什么要杀耶稣 原来耶稣在他们面前 说出了他们信仰羞耻的两件事 对于爱死的人来讲 这两件事都是内心的痛 都是内心里面的羞耻 这两件事是什么事呢 第一 在以利亚时代 饥荒的时候 神去差派一个外邦人的寡妇 来奉养以色列的先知 难道以色列中没有寡妇吗 以色列中有很多寡妇 也是有钱的寡妇 甚至我觉得很好的寡妇也有 但是神却没有 叫以色列人来的寡妇奉养先知 叫外邦人的穷寡妇 一个很穷的寡妇 来养神的先知 为什么会这样 有思想的人 有真理的人 都觉得这是羞耻的事 你不觉得吗 就今天好像真耶稣教会传道 你们没办法养传道 没办法供应传道的生活 他要到外面去打工 结果外邦人帮助传道 外邦人借纳传道 给全传道去生活 你们能接受吗 真耶稣教会 没有人能够养起一个传道人吗 这个是羞耻来的呀 不是他们养不起 他们根本不要先知 他们都打先知 杀先知 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宗教历史上的羞耻 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一个永远的羞耻 好 耶稣又讲第二件羞耻的事 以利沙的时代 以色列人也有很多长大麻疯的 但是得洁净的 只有外邦人 那个乃曼将军 只有外邦人得洁净 以色列人全部没有得洁 长大疯都不得已止 耶稣是提出 他们现在要真正的悔改认罪 我们的信仰的问题 弱点跟那些错误的动机 耶稣讲这两件事 是他们反省的 是要他们悔改的 认真的面对这个真神 认真的面对真实的信仰 耶稣 brought these two facts up so that they can reflect upon themselves and they can return to God and their faith 但是28节 废堂里的人听见这话 就怒气全凶 非常非常的神气 满心都是怒气 他们不能接受被主耶稣的责备 讲清楚他们不能够接受 耶稣指出他们信仰的虚假 信仰的羞耻 他们不能接受 但是这个是事实 是已经发生了真实事情来的呀 那你生气就算了吧 你不想听就算了吧 但是他们不只是生气 他们对耶稣做什么 请你看清楚啊 29节 他们就起来 捏他促成 捏耶稣促成 他们的尘在山上 他们把主耶稣带到山崖上 要把主耶稣推到山崖下去 这一节轻描淡写的这样画过去 这样写过去 我以前读这节也没有感觉到很严重的事啊 没有呢 这里只是说把他带到山上去啊 然后推他下去啊 奇怪 当时没有看到哦 就是感觉不到 原来这个时候他们要杀耶稣 他们正在杀耶稣 把你带到山崖上去 把你从山崖上推到山崖下去 不是要杀你是什么 那就是要你的命啊 所以谁要杀耶稣 原来最早要杀耶稣的 是耶稣自己家乡的人 哪杀的家乡人 然后为什么要杀他 是因为主耶稣讲了两个信仰的事实 以色列人信仰的虚假 跟那些杀先知的事 因为你讲真实的话 你讲真实的这个信仰 就要把你杀掉 把你推到山崖上去 让你从此消失 就在这个时候 三十节 耶稣行了一件 我们感觉不到的神迹 没有发现的神迹 甚至不认为是一个神迹 你感受不到的 如果你没有用镜头里面去看 你看三十节 他就是指耶稣 却从他们中间自行过去 自自走过去了 这个不是个神迹吗 当众人都对你很生气 要杀你的时候 而且也把你捏出去 就把你抽起来 抓到山顶上去了 很多人耶 你怎样逃脱他们的手 你至少要挣扎 要甩开他们 要挣扎 要对抗 但你看耶稣怎么样做 耶稣什么都没有做 耶稣就是像平时的 从他们中间这样 一群人当中这样 要杀耶稣的人当中这样 直直走过去 很平安很安静地走过去 主耶稣在行出一样 平静安稳的神迹 平静到没有人注意到 这个神迹 学书行出脱离死亡 危险的神迹 看到了吗 所以杀耶稣不是在定时自驾的时候 开始传道就开始杀祂 今天如果教会有忠心的仆人 在讲台上奉主的名指出 我们的信仰的西甲 指出我们信仰的这种错误 请问你会不会怒气甜凶来恨他 讨厌他 请问你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位工人 这样讲道理吗 你会像这里说的 把这个工人像耶稣这样 把他捏出去 抽起来把他赶出去 丢他到外面去 带他到山崖上去 你会不会这样 我们说不可能会这样 真的吗 真的不会这样做吗 所以大家 悔改 检讨 悔改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为什么要杀耶稣 当主耶稣洁进神的殿的时候 然后就要杀他了 这是一件非常调腔的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 如果今天有人来跟我们 捷径我们的家 打扫我们的家 让我们的家里干净 让我们的家里舒服 让我们家里有香气 有荣耀 我们感谢都来不及 对不对 那有可能 有人跟我们捷径教会 捷径房子 捷径我们的家 我们却要杀他 有这样的事吗 就是有这样的事 因为主耶稣洁进神的殿 让神的殿 圣洁 让神的殿 十五节开始说 耶稣洁进圣殿 大家都很清楚 甚至主耶稣责备他们说 神的殿已经成为贼窩了 祭司长和文师这些管理层 这些高好信仰的带领者 听见主耶稣讲这话 就想法只要除灭耶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原来里面 有许多有关乎到利益 钱财的问题 你表面上是看不到的 你进入里面 你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利益 很多钱财的这些问题 因为你想想看 你要在这里卖牛羊 要在这里卖个子 要在这里税换赢钱 你要经过批准的 你知道吗 你想来卖就卖 谁跟你讲 那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 想在这里做生意 有很多人想要进来做生意 那这些都经过祭司长管理层 还有那些手电官来同意的 那是要有利益关系 有交换的 怪不得有一次主耶稣 这辈法利赛人的时候说 法利赛人是贪钱的 主耶稣直接讲他们是贪钱 跟钱财有关系的 那现在主耶稣洁进圣殿了 这些人不能来这里做买卖了 他们士气的那种财力 他们的财力 他们的钱财就被主耶稣断借了 被主耶稣断掉了 所以他们就要杀耶稣了 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利益 没有了 这群人是合作的 是合在一起的 我们叫做祭司集团 管理集团 领导臣集团 今天若有忠心的仆人指出领导臣 互相利用 互相所谓的合作 但是是互相利用 有利益关系 仆人提出这样的严厉的 这种污谓的事 你会不会想要杀耶稣 今天若有忠心的仆人指出领导臣 互相利用 互相所谓的合作 有利益关系 仆人提出这样的严厉的 这种污谓的事 因为破坏了你们的利益 你们一群人 一党的 合作的 那不跟你们一起的 把它扁掉 把它排斥掉 把它用尽方法 开会 怎么样怎么样 把它滚出去 弄出去 是不是这样啊 方法是很多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傻瓜 很聪明 很多方法 很多手段 而且做得很漂亮 一切按做程序 按做开会 做得很漂亮的 这次要杀耶稣的是 管理教会的最高领导臣 就是教会的带领者 领导臣 看到了吗 刚才要杀耶稣的是家乡的人 真的要杀耶稣的 已经带耶稣到船上要推他下去了 已经触手了 现在要杀耶稣的是在圣殿里面 侍奉的那些工人 祭司长 文士 守殿官 就是今天来讲的 在教会里面有职位的领导臣 那你说我们做领导臣的 当领导臣是不是要还醒 是不是要提醒 是不是要精心胆 胆战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好 第三次 为什么要杀耶稣 是因为主耶稣让死人复活 让死了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 有一个复活的生命 有一个荣耀的生命 所以我就要杀你 让人家互活的不是个大神祭大荣耀吗 让他不死 让他活着 让他有生命 那不是荣耀神的事吗 不 因为你这样做 让他给他生命 我就要杀你 请看药福音书十二章 那一个祭司 这里是记载 主耶稣死拉撒路 护活的神祭的事情 那许多人要来看 要来看这个拉撒路 这个复活的拉撒路 这是个大神祭 一个死人复活 死了的生命 突然就要活过来 但是发生什么事呢 第十节说 连祭司长 连拉撒路也要杀 本来是要杀耶稣 现在连拉撒路也要杀 因为这个神祭 这件荣耀的事 使许多犹太人 因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耶稣了 已经离开耶稣的 放弃耶稣的 又回去相信耶稣了 我们信主 不是为了得生命吗 就是这个永生 信耶稣为了得永生 永远不死 主耶稣就行出这个 得生命的神迹来告诉世人 祂战胜死亡 祂就是生命的主 祂有权柄是永生 永远不死 就在主耶稣的权柄里 那为什么你要杀祂呀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来 今天若有一个讲道的人 要洁净你的生命 要让你的生命圣洁 不污蔑不死亡 要使你的灵魂真正的圣洁得救 祂在讲台上不断的 用神的话来洁净你 来清洗你的污蔑 那个就是要让你得生命 让我们以死的生命 或者已经无畏的生命 重新活过来 重新圣洁 甚至完全地改变 我以前都是很无畏的 很骄傲的 很肮脏的 现在的我是一个新的生命 一个护活的生命 完全更新 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在这个几十年的岁月当中 我们又回到救人的生命去 又骄傲 又开始贪心 又开始种种无畏的事情 所以讲道的人 传道者就不断地用圣经 用神的话来清洁你 来清洗你 让你的灵魂圣洁 那就是要救你的灵魂 保持灵魂的圣洁 但是你对这种传道的人 也很讨厌是吗 就像这里说的 杀他 不要让他继续讲下去 因为他继续讲下去 有许多信徒的生命就圣洁了 许多信徒的灵魂就圣洁了 杀他 当然我们不会杀到真的用刀杀人 当然要坐牢的 我们用很多方法 把他上不了台来干掉他 真的没有这种事情吗 你敢说没有这样的事吗 耶稣说 你们想要杀我 很多人说 没有啊 我哪里有 我怎么可能会做东西 你就看吧 第一次 家乡人要杀他 第一次 家乡人要杀他 只因为耶稣说出信仰的虚假 信仰的不真实 说出真实的话 第二次 领导城 圣殿里面的管理城要杀他 只因为断解他们的利益关系 第三次 要杀耶稣 是因为耶稣给一个护活新的生命 所以他们 他们不让这件事情发生 最好就是继续这样烂下去 继续这样无谓下去 那个不是神的心 那是撒谈的心来的 继续骄傲 继续嫉妒 继续贪心 继续种种的无谓 你能进天国吗 你能够荣耀神吗 那有传道这样来提醒我们 来警告我们 来清醒我们 我们要感恩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要悔改 不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要杀他 这是撒谈做的事情 你的行为 你的心已经不是耶稣的心 已经是撒谈的心 传道有讲错吗 不然你怎么会有这种表现 有这种心意要杀他呢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杀耶稣的 就是因为这几个原因的 还有主耶稣继续说要杀他的原因还有 请大家注意看 什么原因要杀耶稣 耶稣自己讲出来 耶稣自己给答案 当然你问他们 他们是不承认的 他们怎么会承认呢 耶稣自己说出答案 为什么要杀他 请看一下福音书的第八章 我们读四十节 对不起 三十七节 请念 耶稣说你们是亚伯然的子孙 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亚伯然的子孙 但是你们却想要杀我 为什么 只因为你们心里永不下我的道 这是真正的原因 永不下主耶稣讲的道理 圣洁的道理 生命的道理 我永不下 那么除非主耶稣不要讲这种道理 耶稣你不要讲这种道理 我就不会杀你 我也不会恨你 我甚至要跟你做朋友 原来要杀耶稣是 因为心里永不下主耶稣的道 主耶稣的道就是生命的道理 就是悔改的道理 就是圣洁的道理 就是得救的道理 你永不下这种道理吗 难道你不用得救 不用圣洁吗 第二次 为什么要杀耶稣 四十节 请 耶稣说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现在却想要杀我 这些真理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真理是谁说的 主耶稣说 是从神那边来的 我是听神这样讲 我这样告诉你们的 现在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却想要杀我 讲真理就要把耶稣杀了 真耶稣教会 我们的价值 我们的见证 就是讲真理 所以得罪许多人 所以引起许多人的愤恨 甚至毁谤 甚至要攻击 甚至要消灭他 毁灭他 从1917年圣灵降临建立真教会 到今天 我们受够多少的逼迫 跟这种毁谤 也不过是因为讲真理而已 如果真耶稣教不讲真理 绝对不会受攻击 有什么好攻击 大家都是信耶稣的 有什么好攻击 为什么要攻击真耶稣教会 因为真耶稣教会讲真理 讲独一真教会 讲得救 讲洗礼 讲悔改 这些都是让人家攻击的地方 但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是真理来的 从耶稣那边所交代的 所听到的 来说出来给大家听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却想要杀我 唯一不要杀耶稣的就是 主耶稣你从此不要讲真理 你最好不要讲真理 讲那些是是非非 是是而非的道理 那些模模糊糊糊的道理 就可以了 这样不会被杀 不会被恨 我们也高兴 大家都高兴 大家合作 大家同心 什么心 同那种欺骗的心 同那种虚假的心 叫做同心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主耶稣讲的第二个理由 为什么要杀他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 请看四十三节 主耶稣说 为什么要杀他 无非是你们不能够听我的道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神的道 我们听到 你听了几十年 为什么听来听去 总是不明白神的话 主耶稣的道 让你自己看圣经吧 这个问题有时信徒也会问 传道为什么我听不明白 听了几十年都听不明白 然后耶稣自己给答案 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 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话 不能接受我的话 所以怎样听都听不进去 突然间耶稣说 你们心里的父就是魔鬼 因为心里面充满许多 失欲那个情欲的事 肉体的事情 撒胆的事情 好像骄傲就是属于撒胆的事情 恨啊 这些不圣洁啊 误谓啊 淫乱啊 这全部属于撒胆的事情 属于撒胆的事情 你们在听道理 心不能接受的 听不进去的 心常常这样 听不进去神的道理 不能够接受神的道理 到最后你就把耶稣杀掉的 我在讲最后一个 现在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要杀耶稣的理由 我现在要讲的最后一个 谁要杀耶稣 刚才是讲家乡人 后来是讲文士祭司 那些管理层 第三次也是那些管理层 第四次是谁要杀耶稣 所有的百姓 百姓也要杀耶稣吗 有没有这么严重啊 我们来看这个 路加福音书二十三章 路加福音书二十三章 我们读十三节 十三节这里说 因为时间关系 十三节到 到这个十七节 这里是主耶稣 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判 那么 比拉多宣布说 我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罪来 请注意在这个审判当中 有三种人 看十三节 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 跟祭司 还有一些官府 政府官员 还有一种叫做百姓 就是平民百姓 所以从最高的领导层 到政府官员 到平民百姓都参与这个审判 那十六节 比拉多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事 所以我打他 这打他 我就把他放了 算了吧 我已经打他了 算了吧 因为他根本没有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更没有做了什么该死的罪 更加没有 那意思是说比拉多想要放他 当众宣布说他没有罪 我要放他 但是你们恨他是吗 我听你们消 消出你们怒气 我打他 这样够了吗 众人说不可以 你打他我们还不满意 那要怎么样做呢 把他杀掉 把他除掉他 看十八节 众人却一起喊作说 除掉这个人 除掉这个人 一起喊 那是众人就包含老百姓 这时候你看到要杀耶稣的 连普通百姓都要杀耶稣 二十节 比拉多再一次的宣布说要放耶稣 又跟他们做很多解释 二十一节 无奈他们喊作说 那定死他就是这些老百姓 所有的人 看二十二节 比拉多第三次说 为什么要杀他 他没有罪 第三次 我根本查不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 你要我怎样来审判他呢 比拉多再一次说我打他吧 我打他的就放他吧 这样你们应该满意了吧 没有罪的还要打他 没有罪的还要打他 现在不只是打他 要杀死他呀 没有罪的也要杀死他呀 结果怎么样呢 二十三节 他们大声吹比比拉多 他们的声音啊 大声啊 声音大 就得胜了 哇 大声就得胜了 这个是很讽刺的事情 原来哦 大声就可以得胜的 就算已经查出你没有罪 因为我们大声 我们讲话大声 我们喊大声 就胜过你了 就杀掉你了 所以果比拉多就 把耶稣交给他们了 因为他们大声得胜 那我的重点是什么 所以杀耶稣的 现在连普通百姓 老百姓 都要杀耶稣 其实这些老百姓 都是得到绝处很大的恩典的 很多医治的 无奈很多老百姓 都是没有根 没有原则 没有立场 就是跟着大家走 那些领导臣这样讲 那些祭司长这样讲 那些政府官员这样讲 那些政府官员这样讲 大家做头的这样跟 讲 我们就跟了 其实就只是跟而已 只是喊而已 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没有根 没有原则 没有真理立场的老百姓 只有领导臣这样讲 领导臣那样讲 他们讲错了 他们做了恶事 你也跟吗 你也赞成吗 你没有立场吗 你没有真理吗 你没有是非对错吗 我最后讲一个见证 行邪术的时候 魔鬼借座行邪术的人说 杀耶稣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 那个魔鬼就在那边 有一个传道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拓 去传福音 到那个村庄的时候 那个街市上 有一群人围着一个行邪术的人 在那边问鬼 问鬼神 那么这个传道就好奇的 也进去看啊去听啊 看他们在问什么 看那个鬼在讲什么 这个传道一识的是贪玩还是什么 就去问那个行邪术的人 那个富鬼的人 那么就传道问他说 你认识我吗 问那个行邪术的时候 你认识我吗 那个行邪术的人说 我认识你 我早就认识你了 你是真耶稣教会的 然后突然间讲 真耶稣教会不是我的朋友 我最讨厌真耶稣教会 那么那个传道就问 那么谁是你的朋友 我的朋友很多呀 天主教是我的朋友 还有一些基督教派 他有讲出名字来 一些外教会的基督教派 都是我的朋友 有很多啊 道教啊 那些佛教 那些拜拜 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这个魔鬼说 真耶稣教会不是他的朋友 他最恨的就是真耶稣教 那谁是他的朋友呢 请大家注意咯 那传道又继续问他 那你认识主耶稣吗 哎呀我当然认识呀 杀耶稣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啊 传道问这个富贵的人 这个行邪顺人说 你认识耶稣吗 你请注意他 他魔鬼的回答 那我早都认识啦 杀耶稣的时候 什么时候杀耶稣 杀耶稣的时候我就在那边 那个撒旦就在那边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圣经 大家说除掉他 除掉他的时候 撒旦就在那边 这时候就是杀耶稣的时候 杀耶稣的那段时间啊 结果真的把耶稣钉死十字架 杀死了 撒旦说 杀耶稣的时候我就在那边 圣诞说 当他们杀耶稣的时候 他在那边 魔鬼灵界当时 恶鬼全部出道 去迷惑众人 迷惑众人去杀耶稣 去喊杀耶稣 大声地喊杀耶稣 喊啊不断地喊 所以你发现到到最后 那些善良百姓 那些无知百姓 都被迷惑 都被跟从 杀耶稣参与一份 本来是复关他们的事了 今天我们看作圣经 讲了许多要杀耶稣的事情 主耶稣也亲自回答 为什么要杀他 甚至传道也按作圣经指出 杀耶稣的那几种人 高层 中层 低层 那我们来唱诗 一百零一首 一百零一二十 六百零一粮